安琪博士 好 大家好 請問我們的安琪博士去哪呢 我現在在星光大道上 在第三集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星光大道 這一集我們也是在星光大道 但是這一次我們會教你 怎麼坐車過來這裡 那猜猜看我們的安琪博士 今天在哪呢 我們在這個星光大道 找找看好不好 好 看一下我們的老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交通工具 那第二個交通工具在哪呢 我們往前方看一下 有一個粉紅色的拔式 這個拔式可是免費的 不用錢 如果你帶孩子來 他不願意陪你購物 你租一台電動車給他玩 他馬上陪你玩一整天 在這裡我們馬來西亞 城市攻略是非常方便的對不對 對 有MRT有LRT 現在要帶大家去第三個交通工具 這是我們的詹葵火車 來了 我們現在去旅遊觀光列車的火車站 我們教大家怎麼買票 買完之後呢 先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旅遊觀光列車的形狀 之後呢我們會去十號胡同吃東西 好這個呢首先我們怎麼買票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坐單匯火車 是這個淺綠色的 它寫著Monorail Monorail就是單匯火車 那你寫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看你要去哪一個站 假設我要去十代廣場的話 我就按硬幣 就是一個站 那才一塊三毛錢 很便宜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一站 怎麼坐火車 叫大家很方便 而且我們很便宜 我們這麼多站的火車站呢 每一個呢都是自動化 很多人說馬來西亞旅遊是很方便的 只要你稍許稍許懂一些英文 我們就可以周遊我們整個城市了 OK把錢放進去 大家會找錢 也可以刷卡 其實我們的身份證也是可以用的 馬來西亞當地人的身份證 我們也有一個卡呢 像那個香港的那種 霸達通的那卡 對對對 就是買東西可以用 然後也是可以用電話來刷 那因為如果你是國外人的話 你就手機不能刷嘛 你就用這一個 OK 就這樣刷一刷就行了 好我們的單匯火車到了 這個只是給你們看一看 如果你要看整個吉隆坡的景點的話 你可以坐上去這個單匯火車 它總共呢是四節的 所以因為它是在地面上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吉隆坡的景點 蠻棒的 要怎麼出啊 Billy 放進去 就把這個類似銅板 對 就環保 放進去裡面 它會打開了 現在我們要環保 我們要把它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我們如果走這邊 就去樂天百貨 就是義士丹 對 義士丹 那如果走這邊 就回到我們的星光大道 那我們也介紹 這裡有 你看一下 有好幾家 1 2 3 4 5 這裡有5家的購物店 來到這一區 你只需要坐我們的觀光列車 就是剛才的Monorail 就可以直達這5個購物店 那我們也鼓勵大家 利用我們的旅遊列車 來觀光我們整個吉隆坡城市 現在我們介紹這個是 星光大道的中間 其實我上次介紹的 那個是星光大道的尾端 其實還有星光大道可以再往前走的 下一次再帶你去另外一個海檔 也是很好吃的 那如果我們想去更遠的地方 我們下了這個觀光列車之後 我們就要走下去我們的這個 叫地下鐵了 對 這裡非常方便 你要去比較遠的地方也是可以 或者是你住比較遠的地方 你可以過來 我們只是標誌一下 這裡就是做MRT 我們就不下去了對不對 不下去了 下去就沒有限了 對 我們今天帶你所吃的每一樣美食 都超過50年到70年 你一定要記得十號胡同 是我們 這邊是大排檔的食物 十號胡同很有特色 我每一家店給大家介紹一下 來吧 跟著我走 你看得到這個叫什麼 我們這個豆沙餅 是用我們的綠豆跟黃豆做的 你們可以來吃 喜歡吃餅的人呢 你就可以來吃 這裡有一種麻油 是我們馬來西亞 出名的 異鄉麻油百年歷史 如果要買半熟禮的話 把這個麻油帶回家 因為這個麻油可以做麻油雞 很好吃的 這是用很香很香的芝麻 這些都是百年的名店 可以看炒果條不錯 這邊是鹹蛋炒果條 好 他有加了鹹蛋下去 還有鴨蛋 鹹鴨蛋下去 非常的好吃 好 這邊可以拍了 這邊可以拍它炒果條 那個DV 你偷偷叫他出去等我 你叫他在那裡等我 不要進來 哇 很夠火氣對不對 這個火氣夠大了 而且呢 這個炒果條呢 一定要用什麼呢 用鴨蛋去炒 而且呢 你看哦 要大火 哇 台裡頭都很想吃啊 看到流口水啊 火候很夠 火候很夠 火候非常夠 非常好吃 好 好啦 我的炒果條 好了 哇 這個炒果條 你看 有沒有聞到香味啊 各位朋友 這個炒果條呢 我們也有蝦 有鴨蛋 那有那個 那個叫蠟腸 所以呢 用什麼炒呢 用豬油炒 你看香噴噴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蛤蟆 這個一定要吃 這是我們大排檔裡面 排第一名的 所以這個是不容錯過的 嗯 嗯 很香很香 而且你一定要告訴 那個炒的人 要不要辣椒 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話 千萬千萬不要放辣椒 放少許的微辣就好了 因為我是 喜歡吃辣的 所以我放的非常的辣 嗯 你想一下 有兩隻大蝦 有這麼多料 那炒果條 多少錢 七塊半而已耶 各位 七塊半 加料呢 可能就十塊錢 這個也有七十年的公和糖 大家一定要來吃一下 很好喝的好復仇 哇 真的是清涼散熱 這個七十年的好復仇 不簡單 你知道我們要買龜板 廣東人一定要買一個龜板 來做這個龜鱗糕 這個已經流傳了七十年的 龜鱗糕呢 我們要好好吃一下 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馬來西亞 凡是到我祖母的那一代 到現在呢 我們都在吃龜鱗糕 龜鱗呢 它現在已經變得不那麼苦 但是呢 卻是比較乾香 因為放了很多的乾草 嗯 有一點 有一點苦苦的 還是 還是那個老字號的味道 現在我覺得 現在已經沒有這麼苦的了 這種苦的 一定要幾十年 幾十年才有的了 今年記在這邊 它出名月光和香辣老鼠粉 各位 這一個哈 有一粒蛋 生的 它的麵很 很熱 我們要把它這個蛋炒熟 怎麼炒 就是這樣子炒 這個叫月光和香辣 要吃這盤麵之前呢 要炒個十分鐘 在自己的盤炒十分鐘 所以你沒有炒十分鐘呢 你的蛋就不熟了 你就一直炒 一直炒就對了 因為呢 這一盤麵是非常非常熱的 剛在大火爆香起來 炒到香香 你看還冒煙的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這盒粉呢 加在我們的那個蛋 它才是滑 進口呢 它就順滑 我們必須要把它一直炒一直炒 1925年的牛肉 老字號來的 這個牛肉 牛肉麵呢 來來來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十號烏桶裡面的幾個經典 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牛肉雲吞麵 這個牛肉雲吞麵 它會放一些炸醬下去 炸醬下去 這個雲吞麵呢 也是要配這個牛肉 這個牛肉粉是我的最愛 每次來到十號胡同的時候 為什麼 我都會介紹這個牛肉粉 你沒有跟觀眾朋友說 為什麼我不吃牛肉 因為我媽媽想 性觀音不能吃牛肉 是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Christine 我又沒有姓觀音 媽媽姓觀音 所以她就姓觀音 我從小到大就不敢吃牛肉 而且我每次吃牛肉 都跌在那個水溝裡 來試一 那我要給你跌在水溝裡 你趕快吃 沒有 你趕快把這個牛肉吃了 跟觀眾朋友講是什麼味道 我還有最後一道 殺手劍要來了 你不要來 好這個是毛肚 其實在中國也很多啦 但是我們馬來西亞人 吃內臟的人比較少 所以就比較少人吃毛肚這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這邊做的特別好吃 剛才其實我想買另外一個呢 就是那個豬肉的大腸那些 我們這邊的人也是比較少吃 可是我是吃的 我真的是很多食物我都是吃 我不挑食 這個呢它有個辣椒 這個是它的辣椒不一樣的 它這個是專門沾那個 OK啦 牛肉的辣椒 它就是沒有酸味 但是就是蒜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你的牛肉呢 就也可以撇掉那個腥味 然後這個麵呢 是要撈一點湯下去 然後再攪拌一下 然後它有一個豬肉碎在裡面 為什麼它有豬肉碎呢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有很多人 就像安琪老闆說的 他媽媽說呢 姓觀音不能吃牛肉 所以他們就不吃牛肉 所以我們的牛肉檔呢 其實也有賣豬肉的 就萬一 他們就是來同一家檔 然後有一些不吃牛肉的人 就可以吃豬肉了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碎呢 肉碎呢就是豬肉碎 而不是牛肉碎這樣子 你看喔這個麵 這是黃的油麵 那這個黃色的油麵呢 為什麼炒得這麼黑 它是用超級黑的黑醬油 比印度人還要黑 這個呢這麼香香噴噴的 冒煙的冒煙的 哇老耶 你知道它為什麼好吃嗎 因為它有一樣東西叫做豬油渣 這個豬油渣 也是我的最愛 那你看到我們這個百肉餅 就是很大條的麵 百肉餅就是很大條的麵 如果這邊有廣東人 一定知道我講什麼 這麵呢很大條 比一般我們的麵呢還要大條 然後我們用豬油啊 蝦子啊蝦仁啊 豬肉啊豬肉啊 然後花菜啊去下去炒的 炒成這一盤呢 也只是幾塊錢 但是呢你不要看來黑黑 你非得要一定要吃完這一個 因為呢這才是有來過我們大排檔 如果你連福建炒麵都沒有吃過的話呢 你等於沒有來過吃我們的大排檔 你看我現在都聞到真正的香味 夠濃稠吧這個咖哩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的這個叫做排骨 排骨拿去燜 然後醃製之後呢再下來的 配我們的咖哩麵吃 其實我發覺我們馬來西亞也是很奇怪的 吃的東西都是很奇怪的美食 但是呢好吃的不得了 看的樣子是不怎麼樣的 但是你吃下去 每一口都是那麼精髓的 每一口 我這個非得吃一口了 牙膏我只是拿一口起來吃的 等一下你們要幫忙 我今天說我要介紹最起碼七八種 我只是負責坐下來吃而已 我只吃一口其他我沒有吃了 你看這一口讓你回味無窮 我每次去到哪裡這一口 就會讓我從小懷念到老 全世界最好吃的嘉利麵就是這一道 1935年 何榮祭要記得1935年的 何榮祭 這是蝶豆花 我這距離兩尺遠 蝶豆花那個 椰浆味的味道香到不行 這香到會暈了我跟你講 兩隻雞腿 加下去還不到15塊錢 你那東西怎麼這麼便宜 我看我們這一個可以吃六個人吧 看我們的餐 這那麼多 這麼多才多少錢 來 你看還給我的70塊 還沒有用完 7塊錢 3塊6 每一道都很便宜 11塊半 你看一下 兩碟日瓜和粉 11塊9 你看我們吃東西是不是超便宜的 每一樣東西是十來塊錢 就讓你們吃到飽飽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一個美食的天堂 美食天堂 真的 我看我們今天要蒸30幾公斤吧 哈哈 是不是要蒸30幾公斤 對 這個芙蓉的燒包也很好吃 然後 普世的蛋堂 如果你不喜歡吃麵條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吃一些餅乾類的話 或者是餅類的話 這裡有很多很有特色 來主意介紹一下Villy最後的一個環節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原味的香餅 它裡面就是麥芽的香 然後如果你喜歡吃榴槤的話 這個麥芽除了是有麥芽之外 它還加了榴槤在裡面 然後這個是老公餅老婆餅 那這個老公餅 裡面是紅豆沙這樣子 老婆餅裡面就是綠豆沙 然後再來這個是脆皮夾羊角 我們在上幾集有一集 我們有講到南洋咖啡的 那個我們有介紹到夾羊 就是我們拿來塗麵包的那個椰醬 椰子醬 然後這個我們就把它做成Puff 然後Puff是裡面的餅很脆 很好吃 裡面是一層一層的 所以特別香脆 然後這個是馬來西亞的特色 就是咖哩雞 所以我們叫它CariPuff 那這個也是雞肉Puff 這個是沒有咖哩的 就小孩怕辣的話 可能就可以點這一個 那還有什麼呢 我們還有豬肉燒包 就是叉燒包 我們把它變成燒包 那這個是有一點點淡甜的 那有些人不吃豬肉 就可以吃雞肉 然後再來我們有葡萄牙 馬來西亞其實被葡萄牙人統治過130年 所以我們這一邊也可以找到 葡萄牙人的非常棒的美食 那其中一個呢 一個就是葡萄牙人的蛋塔 葡萄牙人做的蛋塔 對 葡萄牙人做的蛋塔 跟我們一般香港人 或者是中國人做的蛋塔不一樣 做的蛋塔不一樣 對他們呢 他們就烘的比較金黃色 對 那我們的皮沒有它酥 那我們就比較甜一點 他們不帶那麼直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下一集見 我要吃我的月光盒了 下一集見 下一集可能我們就不吃了 我們減肥 對對對對我們減肥了 這一集 期待下一集減肥怎麼樣減囉 對對對 我們要去走路了 下一集 不跟你們講賣個關子 好